通國安書店是香港嚴重自由的象徵 這幾年其實我們都一直很關注通國安書店 在從1994年成立到現在 在最近這幾年的發展 有人在網路上開玩笑說 香港基本法所謂的香港50年不變 然後50年不變 但是1997再加50是等於2020 那不是你算錯 是因為過去中國在香港 回歸到中國的過程裡面 所講的全部都是法 所以我常常在講說 我們台灣的民主 假如你不投票就別人幫你做決定 所以我也很開心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到港版國安法 我們有很多的年輕朋友 其實都都是用自己私機的行動 來決定我們台灣的位置 在從3.18到反送中 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 這個年輕人都是在一線 不僅經過辯證反思 更用實際的行動 來捍衛我們台灣的民主跟自由 這個是非常硬的一提 很熟悉 理論 今天的評論